在芝加哥出席一年一度美中商贸联委会的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 今天早上开始正式的双边会谈 一天前在两国官员出席的由商界组织的会议上 美国的高级官员敦促中国切实采取行动 处理双边贸易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李宝首先说一说美中两国的高级官员 在开始今天正式的会谈 他们是在芝加哥的会谈了 在这一天之前 他们出席商界活动的一些情况 好 林森 其实回顾一下 昨天两国官员参加的一些非正式的双边会谈的情况 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的双边正式会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下 两个主要活动 上午到中午的时候举行的一个午餐会 由芝加哥招商局主办的 那么议会的还包括来自中国城市的一些地方政府的代表 那么在这个午餐会上 美国方面商务部长布里茨克女士 还有贸易代表弗罗曼都出席了这个午餐会 那么中方还是副总理光阳率队出席 那么在这个午餐会的公开发言中很有意思就是说 两国官员都没有提到美中双边贸易中存在的一些为时已久的一些议题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这个产品的倾销 这个网络偷窃 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没有在这个活动中 这个谈到这些争议的话题 不过到了下午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两国官员出席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主办的这个会议时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和这个商务部长布里茨克 两人都提到了一些这个两国关系 双边贸易中存在一些纠纷 那么布里茨克呢 这个商务部长还敦促中国官员 说是只在口头上的表达 加强美中经贸关系 这个意愿是不够的 还要采取行动 我们来听听是普里茨克的部长是怎么说的 刚才我们听到呢 其实不是普里茨克部长的发言 是另外一位这个商界领袖对这个中国官员的发言之后的一个回应 那么其实呢 普里茨克部长呢 他在这个敦促中国方面发言 这个采取行动是这么说的 他说发展伙伴关系需要行动 我母亲都跟我讲 行动胜过言语 李宝那么说 中国官员对这些评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中国副总理啊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那么当场就必须做出反应了 因为大家 这个大家的眼光都聚聚在他的脸上 而且呢 这个主持人也要他就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实施反垄断措施啊 是不是针对我们美国啊 是不是针对外国公司啊 那么汪洋呢 说实施适当的监管 其实呢是为了更好的 保持市场开放的大方向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辩解的 中国过去的制度 是审批制的 是主要靠边境措施 来控制外资的进入的 那么实行负面清单以后 那就没有边境措施了 负面清单没有的 大家都可以进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必要的 市中市后监管措施 那么中国的市场 将可能会遇到 许许多多的风险 这是这个汪洋副总理的 这个讲话和他的辩解 那么之后呢 我采访了芝加哥企业首席 执行官原作会议主席 怀森特 他是怎么回应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其实已经听到了 看到了他的这个回应 他说啊 就是广靠一个人在这里呢 说会采取行动是远远不够的 他其实是在为汪洋做辩解 那么他说美国这里 也有很多的政治瓶颈 那么争取人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呢 是一个挑战 他相信呢 在中国也是这样 林森 李宝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就是今天的这个正式的双边会议 我们来预览一下 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或者是内容 好的林森 会谈时间呢 是在早上九点 也就是大概两个小时 多一点之后 那么会谈地点呢 是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 这个隔离车尔中心 不是在一个政府的机构大楼 希望呢 这个他们主办方 可能希望这样呢 能够让这个气氛比较轻松一下 但是呢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呢 中国美国的官员 美国官员一局 会在今天的双边 正式的谈判中呢 会很明确地推动 中国官员在消除贸易壁垒 贸易分歧方面呢 多做出一些动作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气氛会比较温和 因为从昨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确实是比较温和的在推动 没有这个明显的 或者是没有大力去指责 中国在很多很多方面 美国公司所说的 这个中国方面 一些不公平的这个大意 包括这个反垄断的一些措施 那么中国官员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推动的 毕竟呢 林森您也知道 美中商贸联委会 JCCT呢 已经进行了25年之久 四分之一个世纪 但是许多双边贸易中的 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呢 您也知道 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相信呢 今天的会议呢 没有很多人在预测 会出现重大的突破 但是也很难讲 因为双方官员都不愿意 或者不希望空手而归 林森 好 谢谢李宝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宅加哥的连线报道 这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